近年来,国外不少经济专家一直在唱衰中国的经济 中共在反驳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 还靠大量的印制钞票、投资拉动等方式 营造一个经济繁荣的假象 不过日前,中共的喉舌媒体是终于承认 中国经济已经患上结构性绝症 那么专家指出,中共决策层遇上了60多年来最难时期 中共央行在4月末下调农村的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后 6月中旬又正式下调了部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短短50天内,央行两度降低了货币准备金 之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以砸钱治不了中国经济内科病为题 谈及中国资源错配严重 靠发行货币,降低货币准备金的方法 会导致再度吹大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泡沫 使产能过剩行业继续膨胀 阻碍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步伐等 文章承认了中国宏观数据不尽乐观 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经济持续减速 似乎具备了降低准备金的条件 但是,文章援引专家的话说 降准并非零丹妙药 货币政策解决不了当前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降低准备金率要起到应有的效果 必须至少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整个经济体系缺货币 二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流通顺畅 三是金融体系的利率传递机制良好 目前中国货币发行量已经超过110多万亿元人民币 正在朝着120万亿迈进 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近两倍 按照GDP的增长率来看 中国的货币投放是美国的四倍 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 中国只有8万亿 中国经济评论家牛刀指出 中共的过度投资把钱变成了死钱 扼杀了货币流动的天然属性 而房地产的严重过剩 等于把钱变成钢筋水泥凝固起来了 中国经济学泰斗吴敬联在某个论坛上说 我担心的不是房价降不下去 是担心崩盘 他还曝光楼市即将崩盘的十大城市 吴敬联指出 现在中国面临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靠投资拉动和耗费大量资源 来实现增长的发展模式 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而大量投资造成的货币超发 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中共党媒引述财经评论人士乔瑞庆的分析指出 目前降低准备金 只能导致货币进一步增加 冲敌美国QE 量化宽松政策紧缩效应 维持房地产等资产泡沫 而实铁经济并不能从降准中获得好处 那么中国的经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现在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中国经济的产业 是最低端的 没有高端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经济的管制呀 太多 你比如说房地产产产业 钢铁产业 都不是市场经济了 再比如说货币吧 完全是中国官方控制的 它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行 吴敬连指出 中国问题最核心的矛盾还是体制问题 他提出的体制性障碍 就是政府有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利 把GDP的增长看成政绩的主要标志 这是问题所在 而产业结构的问题造成就业怪象 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就业情况很不好 他说 体制上的缺陷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 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转不过来 而问题积累的越来越多